1937年,国画大师徐悲鸿在香港花一万美元 外加自己的七幅画作,埋下了一幅陈旧发黄 没有落款,不知朝代的画 后来,日军空袭昆明 被徐悲鸿视若珍宝的画作不幸被盗 1937年,徐悲鸿应港大的邀请去香港办画展 他和徐帝山夫妻俩是好友,他们二人来找他闲聊 他们三个人谈起古代中国艺术,徐帝山说 我听说有个德国女人,她收藏了四大箱古画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一个德国女人叫马丁夫人 她听说徐悲鸿来了,热情主动给三人煮咖啡 还把四大箱古画打开给他们看 徐悲鸿看了看前两个箱子都没有他满意的作品 这些古画不是艳品,就是见过类似的 徐悲鸿不感兴趣 直到来到第三个箱子,里边有一幅泛黄的画卷 看似简朴的一张画,反而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 这幅画卷长292厘米 宽30厘米,它属于一幅白描作品 画面上没有任何一点颜色 可是没有颜色,也没有让这幅作品失去色彩 因为画卷上的人物,都栩栩如生 这是一幅87位神仙列队去参加宴会的场景 画上的神仙有87人,他们有三位帝君 东华帝君,南极帝君和扶桑大帝 接下来就是十位神将,七位南仙官和六十七位金铜玉拟 众人浩浩荡荡,但是却不见一丝凌乱 反而飘逸灵袖 众人脚踏降雨,求须云并,天衣飞扬 好像每根线条就生出无限的生命力 让人不禁生出虔诚之心,看着细腻的笔触 久远的笔端,似乎能让人听到千年之前的线乐 对于这幅画,徐悲鸿就看了一眼,就心生欢喜 他对马丁夫人说,这幅画我要了 说完,他又拿着画细细研究,看着这飘逸的笔风 他想这莫不是画圣无道子的真迹 可是这幅画却没有落款 也没有印章,所以并不能断定真伪 可是徐悲鸿又想,即便这幅画不是真迹 只是唐代画家的临摹之作 那么这幅画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他对这幅画起了一定要收藏好的心思 看到徐悲鸿这么喜欢 所以这幅画的售价也不算便宜 马丁夫人要一万美元 还要欺负徐悲鸿的作品 对于这个要求,徐悲鸿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他凑够了钱,让马丁夫人调了欺负画 他就把这张画带回家了 因为画卷没有名字 所以徐悲鸿就给这幅画命名为87神仙卷 为表证重,徐悲鸿还特意制作了一方印章 悲鸿生命将他盖在这幅画上还写了提拔 为了鉴定画卷的真伪 徐悲鸿请了张大千、谢之流等名家来鉴赏 虽然大家都没有确定就是吴道子的真迹 但是都认为这幅画价值非常高 徐悲鸿听完,他心中也有了底气 所以对这幅画重新装表收藏起来 1942年,日军轰炸昆明 为了替抗日将士筹集资金 徐悲鸿就在昆明举办画展 当时的环境很危险 日军随时都在高空轰炸 可是徐悲鸿依旧坚持举办画展 不过,画展的效果很好 开门当天的收入就高达10万元 可是就在5月10日 徐悲鸿在办公室整理他的作品 当时防空警报又响了 所以他就和大家一起躲进了防空洞 等到警报解除 他回到办公室时 办公室的门已经被撬开了 他赶快去查看自己装作品的箱子 里边珍藏的30幅作品 以及那卷87神仙卷都不翼而飞 徐悲鸿找遍了办公室 可是画卷都不在了 正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警察局都出动帮忙找寻 可是依旧是石沉大海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幅87神仙卷是徐悲鸿的最爱 他为此血压飙升,病倒了 画卷消失了好几年都没有消息 在1944年徐悲鸿搬迁到重庆时 他收到了他一个学生的信件 他说他曾经在一个朋友家中 见到徐悲鸿丢失的87神仙卷 因为当时上课时 徐悲鸿给他们看过照片 所以他认得 这个学生叫卢英环 徐悲鸿联系到他 希望可以带他去见见作品 看看是不是就是他的画 拿着徐悲鸿87神仙卷的人叫刘翰军 徐悲鸿亲眼看过画作 虽然提拔和落款都不见了 可是这幅画就是他被盗走的那幅 刘翰军答应卖画 可是他要的更是天价 他要求20万银元和十幅徐悲鸿的作品 当时的20万银元可以在北京购置20套四合院 面对如此高价 徐悲鸿居然都接受了 为了满足对方的要求 他开始夜以继日地画画 好不容易画够了十幅画 可是人家又要20幅画 最后整整给了40幅画 还给了20万银元 他才拿回了他的87神仙卷 可是后来徐悲鸿知道了一件让他更加难过的事情 原来当初偷走他画卷的人 就是刘翰军 他因为卖不掉 所以才故意设了一个圈套 让徐悲鸿跳下去 大家都让徐悲鸿去找刘翰军讨回他的钱 但是徐悲鸿没有追究 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 他的妻子廖靖文 曾从他的遗愿 将他的一千余件作品 一千余件藏品及一万余部图书资料全部捐献国家 这其中也包括这幅87神仙卷 只是对于87神仙卷有个很遗憾的事情 就是这幅画的真正作者一直都没有解开 在后期的鉴定中发现 这幅画甚至不是唐朝的作品 可能只是宋人的临摹之作 因为存在正义 87神仙卷没有被官方编撰进入中国历史美术作品图辑